开启哪一个呢?开启这个题目部分 题目打开之后 我们再针对它要我们做的动作 逐一逐一的来完成 反正就先做1234 再做5678 做完之后存档 这一题就OK了 可以花多少时间 其实说真的 像这种题目做熟了 大概五分钟就可以把它做完了 因为这些考试其实我也去考过了 大概五题 真的你很熟练的人 大概 他虽然给你我这五十分钟吧 五十分钟 那如果熟练的人 大概二十几分钟大概全部做完 剩下的时间你可以验证 我也去考过 我记得好像考的成绩还蛮不错的 应该有拿接近100分吧 我有点忘记 反正这不是很重要 至少我觉得我有经历过 OK 再回头来看 其实重点就是当然它希望你就是 要汇之后还要快要正确 直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他到底要问哪些问题 逐一来完成 首先的话第一题 他说在第一列跟第二列中间插入一列 那插入一列其实就变 这个 插入一列 实际上就是把什么 把第二列变第三列 所以你一般习惯是点一下 这个第二列按右键 这边有个插入 这样就插入一个空白列 OK 就插入一列 插入一列 插入一列要做什么 他说分别在哪里 分别在 C2到E2 F2到H2 然后I2到K2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底下输入什么 输入三个讯息 哪三个讯息 底下只用你涨价 123 123 这些都一样 就Score Position 然后Leader 这几个 所以我们分别就在这边 输入什么 这边把这个 我这边有预先打好 一个是Score 所以你又把Score 这个先输入到哪里 输入到这里 OK 那底下的话 再一个Position 在这个地方输入到这里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输入那个Position 然后这边的话 就输入那个Leader OK 这个把它输入 输入完之后的话 再把这 因为后面都一样 所以你就把它Ctrl-C Ctrl-V 切一下 这样就OK了 就分别的把这些给输入上去 那输入上去之后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第一题的部分 那第二题的话就是分别 将A1 A2 B1 B2 跟C1 E1 这几个分别做 什么呢 合并 储存个合并 那合并的话 实际上主要是应用哪个功能 其实主要是应用这个 叫跨栏至中 也就是把这个A1叫A2 跨栏至中 那这个圈屏这个把它跨栏至中 那再来什么 这个18栋这个把它跨栏至中 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多个跨栏至中 我印象中好像可以 一次性的 比如说你多选 按Ctrl-键 有没有 不对 这样好像它会连在阿串 先这样 OK 跨栏至中 这个跨栏至中 这个跨栏至中 把它放中间 这个跨栏至中 OK 如果你想知道到底对还是不对 有时候可以再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这上面有事 就在长这样 有没有 就类似长这样 其实它的意思 上面这边有去处 不过有时候看这个 有时候还要再看一下 C1到E1 OK 以此类推 好 那我们就分别把它合并了 合并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是在N3的储存格 里面输入公式 公式的话就是L3 减掉72乘4 然后往下填满 那怎么样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找到什么 找到N3的位置 N3在哪 N3在哪 OK 意思是说这一个储存格是要计算的 不像前面都帮你先算好了 这个Leader应该是领先甘数吧 最多的是 那怎么去计算 基本上 它这个是scope scope的话应该是它的成绩 然后 它说什么 这个里面的公式是什么 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它目前的L3 减掉什么 72乘上4 意思就是说 它这个72动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最多是4倍 的甘数 也就是它现在打的 减掉 它这个叫标准甘吧 72乘4 那如果越少的表示它成绩越好 所以把它打勾 有没有L2 L3减掉72乘4 因为先乘除 5嘛 再加减 所以一定会先把这个乘上4之后 再去跟这个减 减完之后看一下 负4的话 表示说它低于标准甘 4甘 本来应该标准甘 是应该是288吧 OK 它打比较少 那越少越应该成绩越好 所以向下填满 看一下 有没有 哇 有些更少 有没有 负的 负的 这边 那这个是 多一甘 289 OK 那平标准甘就288 有没有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向下点两下 向下填满 它就全部都帮我做完了 好 那基本上做到这里 应该已经第几题 第三了 其实没有很复杂吧 大概都是一些基本功能 那再来的话 将储存格1到75列 怎么样 列高改成25 列高怎么做设定 基本上列高就选 比如这一列要设定 按右键这边有个列高 那如果是你要全部的列的话 你就 我的习惯是先选第一列 再往下选动之后的话 移到75列按SHIP的键 SHIP的键就是连续选取 OK Ctrl键是单独选取 OK 那我们就按SHIP的 然后再点75 这样的话全部选完 就是1到75 按右键 把他的列高 改为多少 题目有说25 OK 把列高改为25 所以把这个值输入为25 按个确定 这样的话就完成题目要的结果 这1到4 来语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这些基本上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些题目主要就是考你 当然他看 看那个题目 第一个看不看得懂 第二个做不做得出来 第三个做得对不对 再来的话 做得快不快 OK 所以 其实要求是什么 我发现 考完证照之后的感想是 基本上 如果你可以考得过 基本上 专业级都可以考得过的话 那应该就是 你做的应该是又快 又正确 OK 然后 基本上 比较可以符合那个 职场上要的 这样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证照 当然 不论说 他将来是不是能够真的发挥效用 不过至少 我觉得 第一个 你考过的 你至少有一点信心 第二个的话 其实你目前来看 如果 每个人都是阳村的大学毕业 毕业证书的话 那说真的 剩下来就是 你要比别的 别的 这个 这个证明的文件 那也许 证照 或多或少 会在关键时刻 可能会发生一点效忍 就 你有别人也有 如果 你有别人没有的话 那相对当局 就 会显得 你多了一些努力 OK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 把一到四集先完成